專精菲尼克打野 我是BBCC 大家好 今天呢 菲類已經上市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在體驗伺服器玩了數十場的菲類 究竟這隻新鷹熊值不值得買呢 我們先從他有趣的技能模組跟大家介紹 首先是他的被動技能 他只要累積四格能量之後呢 就會往周圍的圓形半徑刷個一圈 但是是只有外圍的那一圈有 就像跳呼拉圈一樣 這個的傷害算是非常高 如果擊中英雄的話 會附帶12%的吸血 生命越低吸血比例越高 最多可以120%的吸血 同時呢 減少二技能和三技能的冷卻時間哦 哇 甚至連大絕招都能減少冷卻時間兩秒 我覺得超級棒的是 他在施放這個被動技能 搖呼拉圈的時候呢 期間移動速度提升35% 並且免疫控制 在體驗伺服器剛出的時候 這一招被動不是物理攻擊 而是真實傷害 那個時候飛淚真的是強得不要不要的 那再來就是他的一技能刺骨 他的血蛇呢會劃分兩個刺刺 刺在敵人身上 如果敵人呢同時被兩條刺骨的血蛇刺中的話 會暈眩一秒鐘 就算沒有的話也會降低對方50%的移動速度 持續兩秒鐘 這個技能也可以累積英雄印記 再來他的二技能我覺得非常有趣 一個鏈子飛過去之後呢 會推開近處的敵人 把遠處的敵人拉過來 這招技能真的非常重要 當你被敵方英雄追擊的時候 這招英雄是可以把對方推開 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報命技能 同時呢會拉到最遠 當然在後期你針對射手的時候 可以用這招 但是各位傳說對決 現在最強的射手是蘇翠 這個距離是絕對勾不到的 就算你沒有勾到沒有關係 受到傷害的敵人呢 還會降低50%的移動速度 持續兩秒鐘 敵方呢被你這個很華麗的 臀邊刺到之後呢 會標記血蛇印記 也就是說可以觸發被動 再來各位 就是他的大絕招 非常的厲害 也是一個超級強烈的大絕招 大絕招冷卻時間非常短喔 在一等剛點的時候只有24秒 點到全滿只有18秒 這個技能呢 可以說是緋淚的一個短位移技能 他的技能呢 如果你沒有累積夠多的被動技能 沒有這個霸體狀態 你有時候真的可以靠大絕招逃跑 這個大絕招是可以穿搶的 而且大絕招還內建斬殺的特效 一擊的時候是造成300點的真實傷害 再加上目標損失 生命值12%再加上1%的物理加成的真實傷害 大絕招是真實傷害 也就是說你被斬殺斬爆的時候 是有機會可以逃跑的 你剛剛可以看到的是 菲類的超級限凱撒路擊殺 你可以看到在被動當捲起來的時候 你用一個霸體狀態往前移動 對面會算錯你的血量 因為那個呼拉圈是可以吸血 並且造成真實傷害的 菲類在大絕招開完之後會進入一個狂蛇狀態 這個時候呢你的攻擊力 哇我的天啊你就是追著別人打 你就是一個小趙雲就對了 這個時候狂蛇狀態呢 你的攻擊速度會提升30% 而且物理攻擊增加150 物理穿透會增加15%持續4秒鐘 直接擊殺的話會持續10秒鐘 也就是說你用大絕招擊殺人的話 哇那你會戰之中真的就是無雙 看似非常完美的爆發力 這些都是他的缺點 有著超強的被動霸體狀態 增加移動速度 二技能能拉人 一技能又能陰人 那他絕招又有斬殺又有小位移 大家是不是覺得 菲類真的非常完美 但是各位我們現在來講的是 菲類的缺點 首先呢我們先從他的一技能說起 他的一技能呢雖然是一個很完美的暈眩技能 可是各位他的出招速度真的是太慢了 在現在的傳說對決裡面呢 英雄不是瞬間贏 就是有一個超級完美的移動效果 當你要抓射手的時候 現在越來越多射手都有位移距離 就像現在殺我的蒂芬妮一樣 哇他的位移就直接躲過不少次的一技能 在之前的實戰當中 二技能雖然說是一個非常完美 看似把近戰推開直接抓遠轉過來 擊殺的非常強力的拉人技能 可是他的出招速度 普通可是拉人的那個觸發點 真的非常小 有時候呢如果你用自動死法 當然玩傳說對決用這種指向技不推薦智能施法 有時候就算敵人從正面對你衝過來 你用你的二技能 你都覺得你要命中他的時候 偏偏你的那一根長長的那一條 就是往旁邊一次 然後你就差不多要繞賽了 再來就是他的大絕招 他的大絕招呢我不得不說 從他出來一開始到現在 最大的改動是什麼 就是他的大絕招的特效帥的不要不要 但是他的大絕招我不知道是他的觸發的範圍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我總覺得他的大絕招非常難命中敵人 就算有時候那個範圍明明就放得非常接近 那個大絕的範圍非常小 好難命中敵人啊 我覺得飛淚是一隻非常不錯的英雄 但是各位 完全就是跟駕駛員有關係 你的位移大絕招假如沒有用好的話 你當然要逃跑 有時候還不一定跑得出去 你要逃跑的時候你只能不斷的利用一二技能 把你的被動技能刷起來 刷完之後祈禱你的隊友就在旁邊吧 總而言之飛淚是一隻非常優秀的英雄 在今天上市賣二零兩萬多金幣 應該算是不錯的價格 賣的點數也算是不便宜 當然如果呢 你喜歡玩凱撒路的英雄的話 我其實覺得夜叉是有機會打贏他的 因為布布奇卡在用飛淚跟夜叉對陣的期間 我覺得夜叉也有一點點刻他 當夜叉開啟大絕招的時候 你的被動技能有時候你就是點不中對面 但是前期你可以不斷利用你的中距離的優勢去騷擾他 但是夜叉也有一個拉人的技能 兩個真的就看你們的對意程度到底好不好 當然如果你還沒有買夜叉的話 我非常推薦你還是先買夜叉比較好 飛淚真的在這個新位移大時代裡面 真的是有一點跟不上時代的英雄 如果從剛出的時候就開始買他的話 真的會非常強 甚至有時候對線像你看對到 已經削弱不少的瑞克 有時候在凱撒路還是會打輸他 真的非常慘 我覺得如果飛淚再做幾個更動的話 會是一隻非常強力的英雄 首先他的被動技能如果呢 他的那一環不只是針對英雄 如果對小兵都有一樣強力的吸血效果的話 我覺得會非常好用 可是在我的測試是不知道怎麼回事 就是完全就是不吸啊各位 拜託飛淚把這個技能改回來好不好 他的說附帶12%的吸血效果 血量越少吸的越大 就是你在對線的期間是感覺不出來的 先不論他到底對小兵能不能吸血 應該是能吸血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但是你要在血量越少 才能觸發那個高額的吸血幾乎 在凱撒路的對線你換血幾乎都是換輸對方的 所以飛淚我覺得他還是要把他的被動技能 稍微調整一下 他的吸血我覺得可以改成平均數值一點 對於他的凱撒路對線會比較完美一點 當然呢如果你凱撒路還沒有一些強勢的英雄 你就要買他的話我覺得非常不適合 他比較是凱撒路練得非常熟悉之後再去買的英雄 他上手難度其實不低 是一隻中上難度的英雄 哎呦我要死翹翹了 好吧那這個時候我們繼續回到我們的會戰 其實我有個很完美的開場 我不應該利用大絕招去做斬殺的擊殺 我應該先看我一個一打二的劣勢 我剛剛其實我應該後退的 好了那今天是新年先祝大家 新年快樂各位真的是太開心了 在新的一年裡雖然很多人又要經歷你們的 應該說是期中考還是期末考我也不知道了 是期中考還是期末考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總之呢新的一年我們希望 你也能有新的目標 為自己的期許也能夠在新的目標 繼續加油下去 也希望能夠繼續支持專精菲尼克塔 還有不得不說 嗯菲類的追擊技能真的非常的脆弱 出招很慢 然後他的屁股勾子真的是到那個遠距離真的太慢 我真的覺得要加強他的一二技能的出招速度 還有他的被動的吸血調整 我覺得如果一調整這些數值的話 他是一隻非常有潛力的凱撒路超強英雄 嗯這些是我體驗符玩的一些心得跟大家分享 當然如果你正式伺服器已經有買菲類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你覺得菲類究竟強不強 如果你覺得很強的話 也歡迎跟我分享他的優點或是缺點 我覺得其實傳說對決這個遊戲做的非常棒 沒有一隻英雄是無敵 好啦除了賣聖典的蘇以外 蘇真的太無恥會玩的蘇 真的是從頭到尾都拿他沒有辦法 不知道蘇什麼時候才要開放金幣購買 可能要再過一陣子等他削弱之後 最近BBC在IG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貼文 關於傳說對決 那就是傳說對決要跟刀劍神域合作嗎 這是我看到非常多則的貼文在非常多 國外的傳說對決的IG的一些帳號裡面都推出來 我想說哇如果真的合作的話 我真的覺得超級酷各位 哇刀劍神域同仁到底是哪一個英雄啊 他會不會是刀鋒寶貝啊 他的那個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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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爆氣流斬喔 哇真的是經典啊 亞絲那是我的誰都不能搶 同仁帶著他的各種後宮來清洗啊各位 我真的覺得超級酷的 完全感覺是兩個畫風不像的遊戲 到時候合作一定超級酷的 傳說對決跟DC合作我覺得還算蠻酷的 可是同仁這種身材的比例 頭大大的就是這種很 有點可愛又有點帥氣的畫風 不知道假如未來真的合作的話 到傳說對決裡面 究竟是以新的英雄出現 還是又是以哪一隻英雄的造型會出現 真的非常讓人期待 該不會是日版的傳說對決先合作吧 這個就不清楚 如果到時候有新的情報的話 再跟大家分享 好了那這個飛淚呢又來了 他的名字看起來就是會玩到讓人哭哭的英雄 這個時候我們就繼續推塔 加油啊各位 現在新的英雄 飛鏢忍者在體驗伺服器也可以玩喔 如果到時候可以玩的話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隻英雄 究竟好不好用 好了那BBCC又來了 在新的一年裡 不知道傳說對決還會出什麼新的英雄 也希望你能夠繼續加入我的冒險 我的IG在左下角叫BBCC底線OVO 會推一些BBCC生活的影片跟大家分享 當然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也可以訂閱BBCC的頻道 那如果你想要看我的生活的話 也歡迎追蹤我的IG IJ1 IJ1 我剛剛在講什麼東西 IG需要你的追蹤 好了那飛淚就到這邊了 飛淚還有個弱點就是 他打一些非常貼身的近戰英雄 當你是弱勢一點點的時候 真的非常難打 他的被動當你沒有刷到人的時候 那你就是準備落賽的時候 飛淚我覺得專精度可能要比蘇再高一點 蘇你就是狙擊練好 你可能玩過一些遊戲那個預測彈道都可以 可是 飛淚他的移動真的非常不科學 以往的傳說對決英雄 就是沒有這種邊跑邊移動的話 給你刷過去的英雄 所以玩起來大家可能會非常 比較不難好上手一點 在講什麼好多罪詞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按下喜歡 點贊金菲尼克打開的BBCC 我們明天見 掰掰囉 各位祝你有一個愉快的新年 請訂閱